语气兴奋还加上首饰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 29号在记者会上大方透露自己的动向 这一趟旅程是要前往亚利桑那州 见证台积电当地设立新厂的上级仪式 孙小雅幽默表示 这一年多来的任期 已经对半导体产业有了长足认识 显见台积电这座护国神山 对台美关系有一定影响 然而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设厂 近日已经有外派工程师飞往美国 未来几个月还有六架包机 大约一千多个工程师与家人赴美 不过也引发美国掏空台湾半导体人才 未来可能放弃台湾的讨论声浪 也有人提及台积电将先进制程转移到美国 恐怕引起台湾社会忧虑影响台湾安全 不过台积电创办人张中谋已经说明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是五奈米的晶圆厂 但台积电在台湾的最先进制程 将会是三奈米 台湾依然保有竞争优势 华世新闻张志勤潘建认台北报导